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 然而当牛顿提出这个想法时都没有人相信 直到他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 验证出可以解释天体运动的数学公式 万有引力定律 才说服了其他科学家 这个定律告诉我们 任何有质量的两个物体之间 皆有互相吸引的力 此力的大小与两物体的质量乘积成正比 和距离平方成反比 狐狸猫盯着手机中的影片 看得津津有味 一旁的小树蛙也凑了过来 小树蛙说 牛顿除了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外 还提出了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哦 这个定律被誉为古典物理学的基础 一直沿用到今日 为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来复习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吧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如果物体不受外力作用 或受外力作用但合力为零食 物体必保持原本的运动状态 静止的物体仍然保持静止 运动的物体必沿着一直线 做等速度运动 又称为惯性定律 狐狸猫说 它还记得金属小球 从斜坡上下滑的实验 这个时候滑到水平面上的小球 会如何运动呢? 小树蛙说 如果水平面上有摩擦力 小球就会受到摩擦力作用 不符合惯性定律的原理 而渐渐停止滚动 但是如果假设斜面光滑 无摩擦力 小球就会不断向前运动 符合惯性定律的原理 原来如此 狐狸猫点点头 想知道其他惯性定律的例子 比方说 在行进的车子上有颗球 假设球跟车子之间没有摩擦力 当车子急转右弯 球的运动方向不变 持续往前 就符合惯性定律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吧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物体所受外力合力不为零时 必沿着合力方向产生一个加速度 此加速度的大小和外力的合力大小成正比 和物体的质量成反比 关系视为F等于MA 狐狸猫看着公式F等于MA 还是不太懂 小树娃说 这个公式就是在描述 如果对物体失利 则物体必会改变原本的运动状态 也就是会产生加速度 量测物体质量和加速度 便可以知道合力的大小 狐狸猫又仔细观察公式 它发现质量不变时 当外力合力为零的时候 加速度也会等于零 物体的运动就会符合第一运动定律 当外力合力不为零的时候 物体的运动就会符合第二运动定律 此外 使质量一公斤的物体 产生每秒平方一公尺的加速度 需要的力是一牛顿 最后我们来看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每个作用力皆对应有一个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当作用力停止时 反作用力即消失 且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两者 无法互相抵消 狐狸猫觉得还是不太清楚 于是小树蛙便举了一个例子 狐狸猫站在地面上 受到地板作用在身上的支撑力 还有来自地球的引力 同时根据万有引力定律 狐狸猫对地球有一引力 你知道哪两个力 互相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吗? 因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方向相反 而且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 所以狐狸猫作用在地球的力 和地球作用在狐狸猫的力 互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地球作用在狐狸猫的力 和地面作用在狐狸猫的力 则形成平衡力 让火箭升空的原理 与第三运动定律有关 想想看火箭如何获得 反作用力而升空呢? 经过小树蛙的详细说明 狐狸猫更了解牛顿力学的概念了 它决定做一份重点整理 来帮助自己记忆 第一运动定律 不受外力作用 或是外力合力等于零 物体 静者横静 动者横动 又称为惯性定律 第二运动定律 外力合力不等于零 物体运动符合关系是F等于MA 力的单位为牛顿 第三运动定律 每个作用力皆对应一个反作用力 此两力同时出现 同时消失 方向相反 大小相同 无法互相抵消 万有引力定律 两个有质量的物体之间 皆有互相吸引的力 此力的大小 与两物体的质量乘积乘正比 与两物体的距离平方乘反比 其关系是如画面所示 最后 小树蛙邀请荧幕前的你 和它一起来脑力激荡 想想看 下列的现象 可以用什么物理定律来解释呢 狐狸猫在等速移动的公车上跳了一下 并在原处落下 狐狸猫在游泳池中 瞪墙漂浮前进 狐狸猫投篮的轨迹 呈现抛物线